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绿小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卧龙苍天陨落速刷蒸汽的位置和方法 我个人这个方案大概两分钟跑图准备一下 然后十几秒一万蒸汽反复刷取 方法也不邪道,就是处决休息处决休息 个人觉得在中期效率很够用了 蒸汽作为卧龙的升级资源 其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自明 尤其是本作在前期难度不小 非常考验大家的反应能力和心理素质 较高的等级可以让我们升板更硬,伤害更高 而在游戏进入到中期的时候 我们开始解锁更多的进攻手段 尤其是五行骑术和武器附魔 都能让战斗爽感十足 不过与属性伤害挂钩的是对应的五行加点 比如要想打出漂亮的岩属性骑术伤害 或是让岩附魔武器更暴力 我们就需要尽量点高土 那么这时候蒸汽也自然是多多益善了 尤其对于感觉操作压力稍大的兄弟们 在中期刷刷经验其实是事半功倍的 毕竟开荒结束还有后续的周末嘛 到时候再好好挑战一下自己也不迟 OK话不多说 刷蒸汽的地点位于第四章的第四关 进去之后要稍微跑一下图啊 这边我也会把跑图流程给大家演示一下 进图之后先直冲第一个牙旗 沿途的小怪都不太用管啊 建议这个旗子还是插上能拉点等级 接下来就直冲下方的四合院建筑群啊 在镜头有一个撞汉守门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其实可以从房顶走 然后把这个撞汉干掉 插上这里的旗子 可以更加提升不去等级 以确保我们的攻击力够用 接着我们进门往下走啊 走到镜头左转就能看到目标牙旗了 这时候如果你只是跑图一直没有打怪啊 那么黑二代董敏很可能会追过来 把它撸掉之后呢 就可以坐下休息重置一下 我们的目标怪已经近在眼前了 不过隔这个倒叉门 我们可以从这个过道一路贴着左侧走 经过我们的目标大鳄鱼后 就可以打开倒叉门了 接下来呢 就是被刺大鳄鱼获取蒸气 然后回牙旗重置 循环往复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装备磁条入手 进一步提升刷蒸气的效率啊 可以看到很多装备有蒸气 获得量百分比加成这个磁条 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刷随缘穿一些就好了 武器装备饰品都能找到这个磁条 尽量把百分比对的高一点 那么效率也就高一些 我大概是堆到百分之三十几啊 一次就能上万整齐了 当然这个方法相对偏中期了 如果你还在前期开荒 可以考虑去第三章的第一关 贴着右边走 能看到一个藏在树林里的大刺猬 打掉后里面就是一个牙旗 这只刺猬虽然经验不如鳄鱼多 但就在牙旗旁边 而且进度也更前期嘛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刷一刷啊 OK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还请给你们茶哥 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啊 谢谢各位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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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